现在就听一边的话 我就想起三个字叫陈世美 然后但是呢 陈世美年年都有 历朝历代不新鲜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有没有必要再跟他继续过下去呢 而且整个听下来的话 我总结了一下您对于这个男人的作用 第一个要钱 他要钱的时候回来找你 你腿脚不方便 在武汉跑麻木 那很辛苦的一个事情 好一点的话 需要生个儿子的时候他会找你 你给他生了个儿子 所以你看一看就是 这是你对于他的作用 这是他需要你的东西 他需要你的地方 如果说是这样一个男人 他是这样对待你 而你在他生活里面的作用 就限于这些地方的话 又是你判断那样 一个如此不是人的一个男人的话 那你真的还有必要 在这个地方那么纠结那么委屈吗 可是我孩子怎么办 他没有父爱啊 他这么多年来没有得到父爱 对 这八年都没有得到父爱 对吧 是 这八年你们是有婚姻关系的 是吗 是 然后在这八年里面他没有父爱 是 你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你现在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他继续 以后的八年有父爱吗 我希望他回来能跟孩子父爱 他回来干什么 我告诉你了 他回来第一找你要钱 第二打你 第三搞好 再让你给他生个儿子 这就是你对他的作用啊 那你让这样一个人回来干什么 我们担心的话 他回来可能你生活更痛苦 唐女士确实有一点要从梦中醒来 你到现在认为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你的丈夫还是对你有感情的 这一点 我认为你在自己欺骗自己 今天唐女士求助 附和天使有他的道理 因为他很无助 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男人有没有 有 并不是没有 我们的报纸电视 在道德法庭当中都出现过 你的丈夫是不是 我们无法肯定 如果说他亲口来表述 这一段是真实的 那绝对要受到社会抢 假定你说的都是真的 都是事实的话 那么本应该提出离婚的是你啊 丈夫抛妻弃子 遗弃了你们母子俩 这本身是法定离婚的一个室友 同时呢 他又有了外遇 这更是法定离婚的室友 其实你应该主动提出离婚 才更有道理 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你劝你离婚 但是我想呢 咱们虽然身有残疾 自弃你是有的 但是在情感上咱们也应该独立 这份感情经得住考验 我们就坚珍不渝地走下去 如果这份感情都经不住考验 留它何用 唐女士一再告诉我们 曾经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真的很相爱 可如果真的相爱的话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作为丈夫 作为父亲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愿意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给自己的妻子一个交代吗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一起倒计室等待 你做了什么上山害你的事情 这样的人啊 心虚啊 那你有没有在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打过他 没有 绝对没有 绝不死事 我想的话我的头脑还是正常的 你莫名其妙 我利用他完成我的学业 什么叫闹 怎样的那个在你心目中是一个闹字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感觉的话 我们必须要分开的原因 他愿意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给自己的妻子一个交代吗 他愿意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